讲修行,落实于生活,讲经典,应用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唱谈六祖谈经,五八八,当愿众生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善知识,既忏悔已,与善知识发似宏愿。 善知识,你们既然忏悔已,如今六祖与善知识发似宏誓愿,你们发愿了吗? 你们觉得成佛很难,其实如果你们愿意,你们就会成佛。 学佛容易,行愿难,你来上课,去打佛期,禅期,或拜颤, 这些以广义的,来说,叫做佛事。 但是,要你按照行愿下去,做就难。 学佛,就是要像佛的样子。 佛有什么思想,你就有什么思想。 佛怎么讲话,你就能这样讲。 佛什么行为,你能这样做。 这样,你就能马上消业障。 因为佛的身口意最好,为什么你学了不去做呢? 就像你读了谈经,觉得很好,接着你每天躲在家里送,抄,或打坐,思维,谈经。 或为家人讲,纵使讲不出来,放我讲的谈经给家人听。 你以为,这就叫修行吗? 这太狭隘,肤浅了。 离开众生,没有佛可言,离开大海,也不可能有鱼的存在。 你不是宅男宅女,你一定会跟众生接触,会到菜场或超市买菜,会碰到隔壁邻居。 当我们跟人一接触,一定会有言行,就可以安慰,鼓励,赞美,启发别人。 我们的行为,纵使捡个垃圾,小区很脏,扫扫地,帮别人搬个脚踏车,摩托车,难道你做不出来吗? 你不要小看这样的行为,但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做,他要赶快跑回家读谈经。 你要去做,第一,要利益自己,就是不要折磨自己,不要起烦恼。 第二,利益别人,第三,利益一切众生,包括一切动物。 比如,如果台湾有一只小猫咪被卡在地下道,很深的地方,我们会不会去救它? 应该很少。 如果你弯下腰就能救,你一定会救,要花三天两夜,你就不会救。 我们的心还是不够平等,你会去救一个人,但是外国人会去救, 很多外国人的心更像菩萨,他们对那些动物很有同情心,尤其在一些欧美国家,他们普遍有这样的心态。 日常生活中,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,有的人会安排他的时间,比如一个礼拜,去当半天义工。 假如你可以,你为什么不去做,非得待在家里诵经吗? 半天诵经和做义工,其实都是修行,关键在于你的内心,看你是什么心。 你是悲心,则功德无量,你为什么舍不得用半天来帮助别人呢? 其他的时间就是随缘。 你不见得要去寺院,到寺院帮助和到医院,家福中心帮忙都是义工,反正就是帮助众生,到哪里都一样。 你不去做,就不符合佛意,就无法医教奉行,这样你要学什么呢? 自新的四红试院是六祖讲出来的,与一般经教不同,这叫教外别传。 教外别传的道理,不违反经典,就是这么妙。 一般发四红试院叫通院,共通的院,菩萨到最后一定发这四个院,就是为了利益众生。 但是六祖以你自己的角度来谈,何谓是愿,是即是死不退,就是一种决心。 若没有抱定是死不退的决心,你多生累劫也学不好。 就像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,遇到任何困难,他也不退。 走到半路,人家劝他回来,他说走下去会有生命危险。 他也不回,他说,宁向西方疑不死,不向登方疑不生,这样的精神就叫誓愿。 当我们遇到挫折就退缩,或被人家骂一下就放弃,学佛要下定决心,不然你就成不了佛。 学佛是因,成佛是果,学佛当然就必定成佛。 你要扪心自问,有没有这样的决心? 你有没有下决心度你自己呢? 六祖叫你先从自己下手,把自己度起来,你才有能力度他人。 六祖曰,与你化他人,自须有方便。 因为你要度化别人,需要有全巧方便的智慧。 这来自于你开悟,你没有见性,智慧是不够的。 问候思维,学佛,你有多大的决心呢? 心平何老耻戒,行职何用修缠?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,感恩达官师父教会。 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感恩论